各位好啊,关心一下这个印度的疫情啊 这个最近啊,有40多位啊,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医学专家和这个传染病专家啊 预测了一下,说这个仅年的10月份呢 这个很有可能印度会发生低散播这个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这个印度政府说啊,他们有能力啊 这个,在第三波疫情来临的时候啊,控制了 肯定会比第二波疫情啊,来临的时候控制的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印度打完第二阵的人数啊 只占应该打阵的人数的大概5%左右 不是总人口啊,是可以打阵的人数的5% 大概有这么五千万人吧 打完第一阵疫苗的大概有是一个两亿两千万人啊 还不到啊 这个印度政府啊,还有各个邦的管员啊 包括这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管员都说了 这个,在9月份之前啊 他们要把这个氧气的供应量啊 哎,翻一翻 哎,让所有人呢,这医院里啊,都有氧气 现在啊,这个广新德里啊,这个首都啊 每天啊,要解带多少个新病人呢 大概啊,四万五千人左右 看来啊,这个任务啊,还是很简矩的啊 这个现在最要命的是嘛呢 这个印度人口啊,太多 你看现在市场了吗 你看,我就看半年就这么一个戴口罩了 这个俩撒,大部分的还都不戴口罩 这是这个近年以来啊 每天的平均的新增病例啊 你看这个5月1号,5月7号都四十几万啊 现在啊,6月18号已经降到六万二了 哎,这个有点成效 但是呢,如果按照专家预测的啊 今年10月份,印度会有低散播疫情的爆发啊 这个新增病例到那时候啊 重回这个四十万五十万啊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啊 印度已经因新冠啊 死亡了38万人了,将近40万人了 而且啊,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啊 哎,说的 这个现在印度这个Delta这个变种啊 哎,现在是对全球的威胁啊,最大 因为它的传染性太强,也太快 所以咱国内的朋友啊,都小心点啊 咱别去印度啊 也离这印度人远点啊 今天视频就到这 啊,谢谢大家观看